所以医生 我怎么感觉立了春以后我这睡眠越来越不好了 我自己也吃了点忠诚药 像是酸枣人颗粒 白子养心丸之类的 效果也不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很多人一说到失眠 就想到要养心安神 像这个酸枣人颗粒 白子养心丸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失眠养心当然不能算错 确实 失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心神不安 但是导致心神不安的因素却有很多 如果你不去除这些因素 只知道养心安神 效果当然不会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春季的失眠又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刚从冬季过来 冬天对应人体的肾脏 主风藏 很多人在冬季不注重养肾 原本心火和肾水之间是一个相互制约的关系 现在肾水不能向上制约心火 导致心火过旺 心神就不安 这种人一般还有口干烟灶 腰膝酸软 健旺耳鸣的情况 男性可能还会有惊观不顾 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个交态丸来交通心肾 另外春季在五行中对应肝 所以春季的失眠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 而肝的特点是喜条达勿抑郁 像有的人平时有不顺心的事就爱憋在心里 影响肝气的生发 原本春天肝气该生发的 结果生发不及 情志不舒 心神不安导致失眠 这种人入睡困难 而且一到两三点就容易醒 一般还容易有心胸憋闷 哀声叹气 不爱吃饭 大便不顺畅的情况 可以参考一个解育安神丸 有的人平时是属于肝阴不足的体质 不能制约肝阳 在春天本来就是肝气生发的时候 就会导致肝阳过亢 向上扰动心神 同样会引起失眠 这种人也是晚上两点到三点的肝经值班时候容易醒 一般还伴有头晕耳鸣 脾气急躁 口干想喝水 胶息酸软 甚至是头中脚轻的情况 舌头一般比较红 舌苔少 还干 这种人可以参考一个棋局递欢丸 要注意的是 忠诚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有的朋友可能还是拿不准自己的情况 不知道自己应该用哪个 或者觉得自己几个情况都有 这就最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辩证了 好了 这就是崔医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